如果你有做運動的習慣 或者近期都有留意過這些按摩槍 聲稱可以有效舒緩肌肉 更加說連職業運動員都有用 不過物理治療師何淑玲就說 這些按摩槍對舒緩肌肉的確有實效 但都要小心使用以免誤傷自己 總之要告訴你痛就是那裏有事 我們就要停止 有些人會覺得 越痛越痛是否越好 是否越有效 不是的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概念 打下去肌肉原本是實 它已經開始放鬆到 其實已經是足夠和對的 一般我們會建議 過量使用隨時會造成肌肉缺血性撕裂 而長時間使用也有機會 因為重量和震動的反作用力 會弄傷持槍的手腕 Holic就說 近期有不少這類按摩槍的用家求疑 就是因為它用錯了在關節 因為強力的震動會震傷關節的軟組織和骨 所以謹記只可以溶於肌肉 我經常打球和跑步 踢球 大腿就會很累 用這個肌肉有否合適 或者有甚麼注意的事 用這部肌肉也可以幫到你 如果我們用那時 四頭肌體大一點就肌肉 我們最常會在內側肌肉 叫VMO 我們可以用中速至慢速的震動 去震動 大塊肌肉 好像小腿臀部都可以用相似的方法 而它亦都可以應付常見的肩頸繃緊 但就要小心只可以溶於肌肉為止 不可以觸及肩膀關節和頸椎 除了關節外還有沒有其他地方都一定不會用的呢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挺高強度的震動 如果我們怕它會高強度的震傷 我們就要保護我們這些重要組織 例如在這裏我們的胸腹裏面就有很多重要的器官 例如心、肺、內臟 都是一些很容易震傷的組織 另外包括一些大動物的位置 例如頸的動物 我們在這裏的動物 他說嚴重的話震力會傷及大動物 因而造成血塊 血塊流到大腦 就有機會中風甚至死亡 可大可小 另外大家亦都要留意 按摩槍雖然有實效 但就不能取代拉筋或其他治療 運動之後拉下筋 亦都不能偷懶不做 這些電動按摩器可以放鬆些肌肉 但它做不到增加彈性的效果 我們都是要做一些拉筋 它做不到消炎效果 它不是一個止痛的義氣 最終你都是要做一些運動 去強化、伸展、配合這個 才是整個治療的療程 食海無艾、滋味無價 我致全新Facebook飲食專頁 陪你偏常風向、細雀人情 精挑細味、只想好吃